歡迎收看《街頭酒霸王》 我們又來到皇后街的熟食中心 沒錯,我們已經說過,這裡是國際美食中心 我們試完了上一集的印度菜之後 今次來到試試地道的潮州菜 首先在我們試吃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叫做TasteTV 也希望大家Like我們的頻道 在我們這裡可以留言 就看看喜歡去哪裡吃東西 和我們帶什麼酒去配合食物 大家記得CLS 快點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Like我們 和我們按鈴鐺 就會提醒你,我們接下來下一條影片 什麼時候可以播出 香港這麼多美食 你們一定吃過的 有好介紹呢,記得介紹給我們 沒錯,沒錯 好,那這次我們先吃什麼 這間珍妓果品是香港老一缺 潮州人都一定認識的 很出名 它做的果就很地道 今天我們叫了一個 據說是靚到非常的潮州蠔餅 蠔餅,即是他們應該也是一個很出名的 我想如果你在香港說要吃蠔餅 應該數一數二 因為我看到他們,即是師傅 和他們的很多姐姐 他們應該是幾十年來的 聽就聽了很久了 這次真的去試一下它 試一下是否可以 這次我們配什麼酒呢 我們的Hanami Gin 這次來到第三彈 第三彈就是用了Sakura 櫻花 櫻花 來做這個蒸餾 即是你是跟季節去的 是的 剛過完的櫻花季節 當然有很多櫻花 我們就特意收集了很多櫻花 然後拿回來香港 去做一個蒸餾 即是蒸餾 即是給它一些新鮮的櫻花 做蒸餾的時候 滲一些味道 是的 蒸餾了櫻花 在這個GIN 那裡 味道呢 有很好的花香味 但也很甜美的 喝下去之後 好像有點糖的味道 我覺得 這次我們這個磚 跟上次不同了 這次我們用了金箔 上次是用銀箔 那這次用金箔 來到很遠都聞到花香 是的 很厲害 我們喝磚 當然最好就是 混合湯力 通常是這樣的 混合完湯力之後 那個香味和甜味 又更加爆出來 嘩 真棒 真棒 那個味道呢 又再甜美了很多 是 是 其實它有很濃的 那些果香 很濃的 但是呢 它又夠酸度 然後再加湯力下去 就把整體的花香都吸收起來 很舒服 是的 好 不如試一下這個蠔餅 煎湯來吃蠔餅 煎湯來吃蠔餅 應該第一次 全世界 給你了 哈哈哈哈 好 試一下 外表脆得來 入口又有煙韌韌 應該是蠔餅的最佳狀態 最重要是這樣 今天這支煎 突然改變了我們對煎的看法 我們從來沒有人想過 用煎湯去試一下 趁潮州菜去搭蠔餅 但是今天呢 搭得很舒服 搭得很舒服 它是會令你吃了蠔餅之後 你會想多喝幾口 對 還有一杯 其實呢 搭配蛋香 蠔的香味 但其實搭配魚露也可以 魚露也可以 魚露也可以 真的魚露也可以 有魚露可以釣到味道 不如吃一下這個果 好 它有三款 一款是筍的果 一款是椰菜的果 一款是芝麻的果 這款芝麻是甜的 那些筍咬下去爽口 剝剝脆的樣子 然後呢 加上它有一點鹹鹹的味道 其實很舒服 那我來試一下這個 這個叫做白菜 椰菜 椰菜 這個果 原來有很多不同的餡 有筍有椰菜 有蘿蔔 有狗菜 這樣就變成 真的 跟你說 我可能 淡茶的時候吃點東西 夜晚的時候吃點東西 拍出來 好吃 而且 它煎了覺得脆脆的更好吃 還有一個甜的 那我試一下甜 好 它這個芝麻有甜有鹹 這個真的甜也挺好吃 芝麻香味很夠 嗯 而且入口很…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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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鬆軟 是啊 哇 這次又成功了 是 大家繼續留意我們的TASTE TV 以及留意我們家流酒吧王 接下來呢 我們繼續在這個王后街 這個熟食中心這裡 還有一些好東西 介紹給大家 還有呢 那樣好東西 是別人好像吃不到的 那呢 下次記得留言 還有呢 記得留言給我們 以及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那呢 就告訴他們 你想我們去哪裡吃呢 我們就帶來酒去Pairing 那看一下 告訴你 怎樣配搭那些酒呢 是好的呢 那我們下一集 再在這裡再見 多謝大家 下次見